恭喜中国女排 郎平离任不足30天 两次公开亮相 身穿中国红 暗示利好 大家好 我是胖周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那么视频的开头 还是烦恼各位球迷朋友 给胖周的这张视频点点赞 您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喜欢中国女排的球迷 看到胖周的这张视频 那么咱们言归正传 聊一聊中国女排 聊一聊郎平 我们都知道 中国女排自从结束了东京奥运会之后 球队的姑娘们都已经返回到了 各自的省队 也是刚刚代表各自省队 打完了全运会的比赛 目前短暂的可以进入到一个短暂的修整期 那么全运会的比赛结束之后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赶紧的完成新一届教练班子的组建 因为毕竟在郎平9月1日 她已经宣布自己离任了 自己原有的合同结束了 那么新合同是否有机会继续跟体育局续签呢 郎平是否还会继续留任 能够继续担任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呢 其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对吧 是有的 因为一直当你正式的官宣 中国女排新任主教练上任之前 那么任何一个教练员 都是有可能去担任中国女排的教练的 所以说呢 不排除郎平的回归 当然了 目前中国排协也是迟迟的 没有宣布这样一个任命 究竟让谁来担任中国女排 新一届的主教练 那么目前来看 一直是悬而未决 那么我们都知道 其实郎平的离开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一直是一种可惜 自从郎平9月1日宣布卸任 至今为止不足30天的时间 我们每天都能够看到 有大量的球迷啊 媒体啊 都呼吁郎平能够留下来 对吧 希望他继续为中国排球的进步和发展 能够继续贡献他的力量 包括著名的前央视的足球评委员 是吧 这个刘建宏老师也是公开的发视频 希望挽留郎平 那么郎平究竟能否留下呢 他未来是否能够继续为中国排球 贡献力量呢 在近日其实我们通过郎平刚刚的两次公开亮相 似乎能够找到一些玄机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 近期啊 郎平在他离任下课不到30天的时间内 也是连续接到了两条商业广告的代言 那么这两条代言呢 首先第一个广告代言 我们都知道 其实他出席的这一次宣传片的一个身份上完 是吧 商家给他打的这样一个身份 是国际知名排球教练 对吧 这样一个点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如果说郎平真的正儿八经的宣布退休 未来我不再去职交任何球队的话 那么他这个位置的职位的话 应该不能这么写 应该写前国际知名排球教练 或者说前中国女排教练 对吧 他应该这么写 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写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郎平未来他是有可能去付出职交的 对吧 其次第二次那就是郎平 他第二次公开亮相 也是代言某品牌 在该品牌的一个发布会的现场 他呢 身穿一身中国红亮相 对吧 一身中国红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中国红是中国女排的传统颜色 也是中国女排的幸运色 更是郎平和他的中国女排的姑娘们 此前在世界大赛大放异彩 身穿的主队颜色 那么郎平能够身穿中国红亮相这种 商业广告的现场 就足以看出 他一直心系中国女排 时时刻刻都能够把中国女排放在心上 无论他做什么事 都能够把中国女排挂在自己的心头 这就能看出他难以割舍与中国女排的这份感情 对吧 当他决定着穿着中国红能够霸气的亮相 商业广告代言的现场的时候 就意味着郎平 其实他的内心是放不下与中国女排的这份感情的 如果说中国排鞋也好 体育局也好 能够果断的抛出橄榄枝 邀请郎平再度回归 下一个三年的巴黎奥运周期 继续让郎平带队的话 或许是有可能打动郎平 继续回归的 因为下一个奥运周期太短暂了 对吧 如果这个时候你找一个新教练上任的话 可能周期太短了 下一个奥运会 中国女排的成绩可能还提不上去 与其这样你倒不如让郎平再执教三年 等到巴黎奥运会带完之后 你再考虑换帅的问题 于此我们也知道 在郎平正式离开中国女排之前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对吧 当有记者问他 是否应该给你办一个退休仪式的时候 郎平也说 是吧 他不喜欢搞这些退休仪式 这种仪式之类的东西 因为他的感觉 没准哪一天 他自己又再回来了 对吧 这句话也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 期待的空间 如果说有一天 郎平能够重返中国女排的话 或许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是一个喜从天降的好消息 那么不知道广大球迷 你们支持郎平继续回归执教呢 还是说支持 请一个新的教练员 重建中国女排呢 欢迎大家把你的看法打在弹幕上 或者给胖州留言 那么本期的胖州聊球 咱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州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玩听的别人聊点球